現在是要做右腳的問題跟左腳不一樣 右腳的問題是外轉外旋 外轉沒有什麼內旋 既然外轉就外旋了 怎麼會內旋 外開太大了 沒有內轉內旋 內轉就不進來 這隻腳是只要內轉內旋 沒有外轉外旋 這隻腳是只要外轉外旋 沒有內轉內旋 所以他必須用 用到正位 兩隻腳都是用正位 你看這隻腳 像外開很容易開 但是不進來 這隻腳是只能進來不能出去 睡覺的時候你可以用個枕頭把它墊 睡覺的時候不是把它那個了嗎 就是綁腳有沒有 綁腳的時候 你可以現在用頭枕 枕頭 用中間 然後綁嗎 還要綁嗎 那等一下幫 拿一個枕頭 拿一個枕頭好不好 我們把它綁一綁 看看怎樣 看看是要怎樣做 因為他們雅護所建議我要 很多人都建議我要 老師 老師說要 老師說要 老師這個嗎 這個嗎 枕頭啊 那這就是綁一綁 老師道具太多了 那布繩子 布繩子 為什麼需要布繩子 因為怕可以 怕他那個可以 老師你說怕繩子 怕太多 應該可以 他就不會一直那個什麼 這隻一直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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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以後綁要這樣綁 所以可以這樣綁 對 用起來可以這樣綁 喔 這樣 了解 因為他們一直建議說 中間要 弄你的東西 但是 那這樣的話 那下面怎麼樣 不說布袋 布袋的綁 下面也用布袋 那中間 可以啊 我用布袋 可以啊 我用布袋 這個啊 不夠 長長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可以 那可以用布袋 可以夠 還是可以 對那個什麼 擋 他們不會擋 他們不會捨棄 鬆鬆的 所以鬆鬆的就好了 對鬆鬆的 不需要再上來一點嗎 你這樣是壓在 那個乘三耶 不管 這外側 乘三 乘三怎麼會要 有沒有 這樣不是乘三 不會啦 這麼鬆 鬆鬆的靶子就好了 對 那兩根就好了嗎 最下面要嗎 蛤 蛤 腳踏路用靶 對 他如果他想要那個 腳踏 木腳踏腳 都沒關係 喔 這樣子 OK 好 這樣子 他空空底就 不會一直內 內窮進來 不會內窮進來 這隻腳 因為啊 是這邊要連背 來放 他就會正直 嗯 再來就慢慢慢慢 兩隻腳 慢慢鬆鬆 兩隻腳 都會下 你知道嗎 做的時候 就是要那麼小 嗯 所以 這是用普通的一個枕頭 就可以嗎 對 普通的枕頭就可以 那這個的寬度 有講究嗎 沒有講究 只要有一個東西 隔開就好 不要 不要抄 不要抄出去 太多這樣 喔 變成你腳便這樣子 就不好 平行的程度 是是是 那如果這個 稍微窄一點也沒關係 小一點也沒關係 小一點也不要對折 喔 喔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邊兩個比較平行 要平行就可以 喔 跟與肩同寬 對 與骨盆同寬 與骨盆同寬 尖太寬 啊 肩膀太寬 骨盆同寬就可以 喔 與骨盆同寬就可以 對 不需要與肩同寬 對 不需要 OK 知道了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這樣很好 好 所以這個還是要老師來 不這樣 你坐了 他就收回去 坐了就不會收回去 坐了就不會收回去 是 坐了就不會收 老師說要綁起來 因為以前他都沒有鬆掉 硬開他很痛 喔 很痛 現在你知道我們都幫他鬆了 喔 鬆了之後呢 他就不會痛 喔 他們 在醫院裡面呢 都是硬綁 反正我用 這個強迫式 沒有沒有沒有 醫院他們說不可以綁 不可以綁 不是不是不是 他們中了一個東西啊 全部你要開 是是是 我們是先把韌帶呢 肌肉鬆了之後 再建議要這樣子 喔 先鬆了以後 對對對 這樣對患者來 病往病者來講啊 那比較輕鬆一點 不會硬啊 不過剛開始他這麼緊的時候 硬一點把它吃開 肌肉很不舒服 那麼 奶奶啊 這樣不會吧 很輕鬆對不對 嗯 我看一下 現在 他臉上 很平和的 喔 扯口大氣 你說 你可不可以 他說 終於 終於 終於有人懂了我的心 啊 是 你可以 弄好之後 你可以再主要再拿 這個浩洞絕也是 掛貫解藏的 跟坐直的悬崖裡面 坐直的悬崖裡面 等一等一等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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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對阿 那下面又鬆開了 怎麼會進一等一等一等 就這樣講 那表示它越來越鬆了 鬆了 它這樣可以進來就鬆了 腳本來是這隻腳有沒有 一直想往後來 所以進來 進來的時候 它就覺得會鬆了 鬆了以後 現在要怎麼鬆開呢 這就不要再搶一下 這個就坐主要懸腰 骨盤槍整個都會動 就動的 一直走這樣子 三四秒 不要離開三四秒 那還是比較會往那邊搬吧 對啊 再來這邊也要搬 裡面也要 再動的 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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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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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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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進去 中間 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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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進去 中間 進去 中間 中間 兩個 中間 所以現在已經可以冰濃起來了 原來沒有辦法冰濃 沒有,沒有冰濃 放在上面 所以原來是沒辦法冰濃的 原來兩隻腳不能變完嗎? 一沉一段嗎? 一沉以後 現在可以 現在病得很好 那是 很舒服 照照他的臉 你享受啊,是嗎? 聖 所以這些東西還是要經過老師的,這樣很清楚的講, 因為我自己的話都是一朝半四,然後抓著我的想法, 然後跟養護所溝通,就是不是那麼貼切。 那現在可以中間放一個,因為我當時說不可以,老師說不可以。 不是,當年不可以,那麼硬,硬拉硬拉,他很痛苦。 我現在鬆了,他很自在的,慢慢慢慢就,平啊。 怎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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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不要怕。 好,好。 不要怕,好,好。 怎麼啦? 他現在是,是什麼狀況? 是不是叫咳嗽? 沒有,他是先覺得我覺得,咳嗽是後來,他有聲音了以後,他才開始咳嗽。 有時候嘛,咳嗽嘛,他不會講,要咳嗽做一個講。 跟阿拉米一樣,發出一個信號說,我不舒服。 很多不舒服,他們都不會講,就很咳嗽。 因為主要是我媽媽,她有吞咽的問題。 那所以,當他想要講話的時候,他可能那個口水就會嗆大。 倒嗆。 對。 倒嗽。 像那個,我每一三五晚上去的那個,他就不會講話。 一天好幾天都講話了,但是他會用咳嗽,表示他的意見。 你說實定了嗎? 不是。 另外一個? 有一個? 那巴士士水? 嗯。 這邊那個比較年輕。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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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是對,因為長期舉過女孩,腸道途中的不好 這樣子推好,幫她選擇不好 我有發現最近我媽媽的大便比較通暢 幾乎每天都有 這樣動不動是很重要的 那因為我明天後天我不在台北 所以我就會請他們說 昨天晚上開始給他吃那個 食物纖維素的一種通便的東西 從昨天晚上開始吃 因為我今天下午跟晚上都有活動 所以我今天只有早上便給他 所以我就請他們 那個昨天晚上給他 給他這個 給他那個食物纖維的 通便的東西 這是哪個部台 大漢 大漢酵素 他們做酵素剩下的渣 做成定計 很便宜 一顆才十二百 大漢酵素 他那是像西亞島日本的大漢酵素 在台灣的 他那個老闆以前 日記時代是大漢酵素的 那是你認識的那個 就知道我認識他 那你認識她? 我認識她,她的那個女婿,她的女婿自己吃得開,是一夜。 我認識她女婿。 因為我有點想,等我吃完我手邊的這些東西以後,我手邊還有一些酵素。 好,手邊還有一些酵素。 那吃完了以後就想換。 換那個,換陽號。 換陽號的酵素。 喔,真的。 它有明顯的酵素。 它那是叫做那個煩農、栽培的。 為什麼酵素不管用什麼? 原料。 原料是什麼? 我們台灣講說,我是用有脂的。 等一下,老師這段我的, 因為那個,沒有照到老師的臉這麼清楚。 所以,那個要移來移去不方便。 老師,你來說一下這個酵素。 一般來講,所謂的有機。 你說你的原料是什麼? 你說有機食物啊。 有機食物,你栽培的時候,要有條件。 什麼真有機啊? 有機的定義就是說,這塊土地啊,要六年不使用農藥。 六年不用化學肥料。 再來,這周圍三十公里啊,不該有人用農藥或化學肥料。 因為台灣是很水,很缺水的一個國家。 所以水呢,都是由上游慢慢蔓延過來。 就不用用農化學肥料,用農藥。 那個水裡面就有化學肥料跟農藥。 你的,你說你沒有用,我用你飲機服。 但是呢,還是被影響。 最重要呢,為什麼要相隔三十公里? 像隔壁用的飲機,做的飲機。 這邊就是做什麼? 一般的耕作。 就要噴農藥的時候呢,一陣風呼呼呼呼就吹過去了。 我說我不要農藥,但是你會沾到農藥。 所以台灣,他真的在農藥很困難。 另外呢,就土壤。 去年用了化學肥料,用農藥。 你今年就是說不用,對不對? 還是不行。 因為相隔壁,甚至也比較科學一點, 他要做什麼?飯桶。 把土表三十公分,散除掉。 填入心桶。 這個就比較,一種比較消極的做法。 第一集的做法,就像那個楊皓、楊老師。 他叫做,他用的呢? 就是用呼吸法。 像仿造那個巴西的Amazon,那個森林。 他的水呢,不是由上浇的。 而是用什麼?水。 肥料呢,都是在一個水管裡,埋在底下。 這樣,讓它滲透出來。 這樣可以省水。 可以省了很多的那個,營養素。 為什麼你這方面,如果上面膠很快就乾掉了? 他突然呢,他需要水分。 不需要很多。 他不是天氣一直要,而是定型的。 他就可以了。 他就仿生濃緩。 所以他做,再用出來的食物嘛,都很健康。 你到底? 他用那個食物,我有做過他的報導。 那去年還前年嘛,有一個女生過來做演講,我有去聽。 那他的兒子,我忘了叫什麼兒子。 他兒子有上台演講,我也有給他做專題這樣。 我的協會啊,那個律動症的養生法協會。 就是楊浩群。 哦,真的啊。 我在想說奇怪,這個以古式療法跟律動有什麼關係呢? 有一次我們到宜蘭,你知道嗎?有鳳凡。 鳳凡園。 你看過鳳凡嗎? 真正的鳳凡,不是那個傳說裡面的鳳凡,真的鳳凡。 是鳳凡園嗎? 他是一個人,在蘇浩,在蘇浩。 你去過嗎? 有。 張先生,我們一個很好的朋友。 那那個跟律動什麼關係?那邊講完? 不是,我們一起去幫助那個張先生。 他是一個犧牲的奉獻。 你說鳳凡園的原主。 原主。 你看,他所有的開銷都自己。 他幾乎要傾家蕩產的,在照顧那些鳳凡。 好像康凡是在那個國家呢,一個登記。 是接受管理的。 但是呢,政府你要管理,你又不給他支柱。 那你,他說,好,我接受政府的支柱。 政府就是派你來干涉。 他就說,我們的鳥怎麼養都不會啊。 像他有那個動物園啊,曾經跟他借過一對的鳳凡。 那去的不到一年,那兩隻的地方。 鳳凡呢,很難理得照顧。 因為他,極限就是很幹烈。 所以,進去的鳥有沒有,你手機全部都要關機。 檔案是擺關機喔,不是靜音喔,關機。 第二個,你在裡面不能喧嘩。 然後,那個鳥也會受到刺激。 所以說,有一次呢,好像是,喔,適合什麼記者。 那個,張先生跟他講,你不要拍照,不要拍照。 我這個鳥是非常的,習性就是,不能受到一點刺激。 結果那記者呢,他帶隨身的照顧機。 啪一照,剛剛flush。 結果那個鳳凡就是,飛起來,衝上去。 就掉下來,就是了。 哎呦,真是的。 你知道嗎?那澳洲回來的前先生啊, 看他是非常好朋友。 跟鳳凡鳥人很難。 所以上次你陪他去是吧? 對,他們的,我們一起去。 我們去過兩三次了。 因為我一次跟那個,楊老師的教授,楊厚老師。 我們一起去幫助他。 楊厚老師是,因為那裡面有很多的障礙嘛。 他去幫他,除這個障礙。 我知道身體不好,我就。 誰不好? 張館長嗎? 張館長,自己的身體不好。 他身體不好。 所以我去幫他調身體。 還劉教授也一起去。 哦,是。 所以就上次就要去,就是這件事。 不是,不是,我們後來一個自己去。 哦,所以去兩次。 跟楊厚,跟楊厚。 那個,劉教授開車。 楊厚,李漢堡,李顧問, 我們有幾個人過去。 結果在那個,半路上的時候, 我談起我們的行為。 他說,老師生前都,一直困難很多啦。 他說,你幾種名字。 他說,你也不行啦。 你也下不來。 他說,讓老師拜託你去。 你幾個名字。 他在那邊想著,想著什麼十分鐘之後。 蛤? 他了解就不了了。 那麼就用律動演奏。 天啊! 一想,我們想用這個名字的時候, 就碰到那個,張建芬那樣。 張秘書長的出現。 結果他一手接過去, 啵啵啵,三個月就下來了。 啵啵,真的啊。 對。 我弄了三年都弄不下。 哈哈。 楊厚,楊老師真是福星耶。 對。 那個,天啊沒見過。 沒有。 那怎麼會想到要用律動這兩個字? 因為我們做驅神啊,無規則的律動。 就暴溪啊,無規則的律動。 像現在的也是律動啊? 對,也是律動,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無規則的律動。 律動之後呢,就是任身體症。 所謂的三症。 左右症,前後症。 最終呢還有水平的症。 水平就是,坐骨要平。 骨骨頭要平。 骨魂上緣要平。 鎖骨要平。 最終呢,眉骨要平。 那個,上次來的楊小姐那個子女啊,她臉怎麼都歪了? 喔,真的? 我都沒有注意耶。 你沒有注意? 就我把那個,一骨兩髮講的,LO講的齁。 真的是,好那個,那個書架。 最左。 左邊,書架。 最左邊那一道。 不是書,書,書,不是圖譜。 書,最裡面,最左邊的。 這邊一個圖。 這個圖。 這個什麼角形黏著什麼樣子。 她的子女是這個角形。 LO。 所以那左眼大,鼻子向左邊歪,嘴巴向左上角翹。 完全一樣。 我跟她講講,我是LO。 你怎麼會這樣子,我說你能歪的? 哪裡有? 她說,欸,有歪了。 我說,她自己知道。 她自己知道。 而且她的齒裂不正。 我就把那個日本西中亞書那個,書給她看。 完全就。 她完全就,把文字把看這個一樣。 先老師那天有在? 先老師那天有在。 那晚上,她來的時候。 她說,她的子女,我說我回去考慮。 我說,來我這邊坐,要恆心跟毅力。 不然就不要了。 我說,回去考慮一下。 是,是,是。 好,謝謝。 嗯,舒服嗎? 謝謝。 不用看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只會肌肉 不是 我說這個肌肉 有紅外線 因為我有去做過那個中醫那邊 中醫那個叫紅外線 紅紅的 不好 對 我覺得很燙 再燙都不會燙傷 因為它不會燙傷 再燙都不會燙傷 對 紅外線 對 紅外線 這個多少錢 你不用買這一種 你買那個小型的就對了 小型的像台東那種 我現在有一個方老師的店 六千五 可能我不能這樣 台東好像台東一樣 我這個是專業用的 那種250 就是做的 這樣很容易 那就是做的時候 那是考一考 那大概一天要考多久 一天考三次 一下二十分鐘 像我這邊我都 都考沒關係 因為不是很穩住 就八百五 你們一兩萬分數就對了 這只要要的 瓦特數就是面積大 那個面積比較小 算我二十分鐘 生命會這樣考慮 那一定要有人在旁邊看著 不用 這很安全 冷外線就是安全 紅外線就危險 連續照的話 有時候請派 自己不會散 不會躲 而且這個 鋪廠是四明到十四明 我們人體 自己的融外線 八點三明 因為我如果買的話 我請那個 經銷商來做一個 做一個 做一個能在哪 因為這樣的話 由他專業的人來講 做成一個 那個比較能被接受 剛剛老師講的也是很好 但是有他們 你跟他熟嗎 熟啊 就叫先生 叫這個 就叫他得出 好 那像你搬他什麼時候 有什麼樂意的 好 那時候 冬天的時候 有考一考很舒服 對不對 那麼好 好呢 剛剛這個我有一點忘記 我們有做什麼 什麼 就是綁起來嗎 綁起來之後 就做左右懸腰 對 綁起來之後 左右懸腰 不像這邊還有 要把腳 翹在這個角 這個不需要翹腳 他眼睛都 外轉外懸 所以這邊最主要就是綁起來 這樣 綁起來 然後動不動 這個簡單 這個可以 好 有 女兒會做 蛤 給你做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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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支會轉或轉,這樣會轉 其實看起來,這動作比較簡單 當然的麻煩就是為了 讓內腳變小,比較不會做 但是,就綁起來 用這支腳,它剛好是相反的腳 這樣子,像那個九十八十五年,就會這樣子 那麼後來怎麼轉個平 我在想,這樣矯正比較 你說比較麻煩,比較麻煩矯正 可是如果是這樣一個方法,我覺得比那個簡單多 對,你這樣弄弄,對不對 慢慢慢慢,一直比較這樣 比較這樣 可以 好,可以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這個,讓它不是一個大圓枕 對 是中間 好 這邊嗎 因為大坪大 這個嗎 對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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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哎唷,糟糕了 老師,這次 這次,嘟嘟掉了 嘟嘟掉了 一年就好 好 一年就好 來,那個,你就可以訪問你,像這次 好好 我讓它休息一下 好 好 那今天就到這為止嗎 對 好的,謝謝 好 來,照一照一下,老師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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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夜沒有照到 再來一次 夜 不行 我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手機 應該要去 你看 夜的時候 我按它就 你剛看到的 它就沒有 好 沒關係 再 好 可以 好 好 我們兩個來 來 我們兩個來 來,我們兩個來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可以讓你客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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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